一文思在他日记当中透露 一天下午 他行进一条很荒皮的道路 去出席一个聚会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心里是冰冷的 他说我记住了我的马 步行到一处僻静的地方 在那里我痛苦地走来走去 检阅我的生活 我在神面前等候了三个小时 我的心被悲哀压制着 最后一股甘甜仁慈爱的感觉 温暖了我的心 在那里我重新受了一次圣灵的浇灌 第二天我在山坡上对一大群听众讲道 觉得自己充满了新的能力 以致全威尔斯城的人民 在那天都得到一个极大的复兴 当你遇见一个重生的人 第一个问题你应当问他的 就是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感谢您的声音 感谢您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